台北国际旅展展期来到第三天 嘉义县展馆继张家伟、林莎及IG网红团连番站台外 6日邀请到八点当人气女神苏燕沛与最强绿叶红毛 共同出席嘉义县展馆 两人一搭一唱把嘉义县的高山咖啡、小吃美食 特色伴手里介绍给游客 也把现场游客逗得合不拢嘴 苏燕沛除了推荐游客 一定要到嘉义参加博茶会跟日出印象音乐会 也大力推荐大家疫情后到嘉义走步道 有入门款、挑战级步道 他也对红毛喊话明星登山队准备来抢攻嘉义小百月 两人直呼嘉义玩一整年都玩不玩 八点当女神苏燕沛进来常担任嘉义县的观光代言人 去年底与县长翁张良直播宣传嘉义博茶会 两人互动斗趣吸引超过10万人观看 今年再度受邀到台北旅展宣传